各位好,7月10日星期五,应该是即时新闻来的吧? 12点28日做了一些这个,杨岳桥说如果香港人接立庇护会影响国际声誉 为什么他不是公许那些人,人家宽松对待政治犯,你有新生了,对不对? 他考虑不是人,他考虑是政治,影响国际声誉,影响香港的利益 还有一样东西影响,他不是香港打官司,影响你这帮律师的利益 这个三十多岁人,这套契弟,整天扮Q哄哄那些小女孩 他的粉丝大概都是入世未深的那些,现在都不是全部是 港女啊,妹妹仔啊,那些阿妈啊,那些没爱爆棚的大妈啊 喜欢这类的,由头粉脸,习嫖带跟律师好像很闭闭 这些是混蛋了 喏,你是他的粉丝呢? 那你就麻烦自己去,他是7月1号,应该是刚刚见台的节目 那你就看他那个,原来杨岳翔讲的那些什么 是,那我准确来说,我现在读过这个就是领报的即时新闻 有报道称,是非即是7月1号,战兵加坡去台湾,获得安置 接立当地官方机构,接触当年立法会议员杨岳翔认为 如果港人或其他地方政治庇护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声誉 杨岳翔早上在港台节目,表示,任何香港人选择寻求海外地方政治庇护 前撤是申请者在原居地,即是香港因为政治原因 在法律上有可能受检报,定且获得不公平审讯 去到这里我提醒大家一件事,谁决定他有可能受到检控 并且要证明得不到公平审讯呢?是接受他的地方,不是杨岳翔,不是香港的法庭 因为根据他说,他清约港人接立,庇护就会对香港国际声誉有实质影响 妈妈是女人,是不是?香港越多政治犯,香港就没有声誉之可言 香港的律师也没有面子之可言,因为没有能力保护这些人 就是影响到杨岳翔的利益,必然对香港国际声誉有实质影响 令人质疑香港律政司能否妥善公正处理? 你在火星来的?你看不到香港律政司已经不能够妥善公正处理过案吗? 这么多案例,我都废话,大家没看新闻的,你住在火星? 杨岳翔,你说这些东西,当然他原文很厉害的,律师 我不用听,我都知道他会兜得很漂亮,如果这样就这样,如果这样就这样 全部都是假设性问题,假设性情况,所以就影响香港的声誉了 不太好,香港的声誉,都没有事,这些人坐几个月而已 这些不是政治庇护需要的,可能外国说,黄台仰 因为有了梁天琪的案,黄台仰的政务序,大家每个都不合适 最初他去的时候,有些人唱他,不购乎 但你发觉,黄台仰打了警察几拳,不就是梁天琪打了警察几拳 都没有从商,习警而已,要坐五六年,其他那些 扔个水樽坐六年,他又五年,这些是不是公平审讯? 有公论的了,他那些律师,这些这样,当日说判刑合适 那些,涂锦申,杨岳桥这些人,不出声,这些情况他又不出声 那你现在说的什么,那什么意思?不公平已经是实质了 你不是住在火星,你住在香港 你站在建制的立场讲话,影响香港声誉 是建制,是共产党,不是这帮被迫害的人 你现在把道德责任放在这帮被人控告的人那里 你搞清楚了才好走,不是你香港声誉 搞清楚了,什么时候搞的呢? 告完就是了,告完还跑到 我说,所有认为有问题,可能受到不公平审讯 先去了外国,不是先去了英国,用BNO去英国,不要回来 所以,如果你觉得,一有收到有人,可能有差处,就上飞机就对了 就是,香港的制度,大家知道,已经这么扑街了 你这帮最扑街就是因为那帮政客,你这帮政治政客律师 杨岳桥之流,无能为力,所有东西 准备到死了,香港还有法治,你就死了它 就是了,你连道歉都没有,你连承认自己说错话都没有 现在还在那帮制度,就是无疑呢 现在老共,最近这几天在澳洲讲完,大使又出声了 外交部又出声了,很生气,因为香港人走清了 他经常说你走啊走啊,现在你真的走,他就怕了 是不是,怕的,香港就倒了,香港人走是一个最后的博弈 就是博弈,香港人自己都博弈 重要时刻这些人就出来兜了,先看清楚先不要走 我也叫大家看清楚,如果你不怕的话 好像我那样,烂命一条老人家,留下,给他拘捕,等人先走 但如果你年轻,前途拼一生,扔了东西那些 我就劝你走了再说,申请正义庇护 不行了,几年后被人拼回了,你回来香港 可能真的没事的,过了几年,整个政治局 香港已经,就算未能光伏,至少修改了国安法 或者就算撤回修改,诸如此类,有好些的环境 或者那些案例搬出来,打警察扔东西,几个月而已 那你便回来,不是公平审讯,没有政治迫害,是合理的 严厉了一点,那你便回来 这班人,其实骨子女,他呢,什么呢 其实这班这样的律师,没什么用的 其实骨子女是认同建制那一套的 香港人去年搞乱了香港,所以令到他们没面子 找不到律师的,以后还需要找律师的 你还有一点钱,买机票就走了,对不对 找律师托吗,托差吗 尤其是杨国桥这类的,逃禁室这类律师 第一时间出来说这些不是政治事件 当日不是他,是何俊仁 我是要重复重复提醒大家,何俊仁说 李善宜走了去台湾,这些不是政治事件 不是政治庇护,但人家承认了,起码台湾 他不叫政治庇护,他用其他名誉 总之就是保护这些人,收留这些人 其他国家都是准备大开中盘 由你无理,疑点得益,归于被告 被人告了,就收了才说 引渡条例全部取消,免得不跟你说 你不要来问我要回人 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刻,这个阳岳桥在说什么 你可以说我讲法治而已 你在火星讲香港的法治,香港的法治 你拿着一本教科书讲法治 是的,那就真心交,都没得原谅 何况我看死你不是 你这个混蛋根本就是湯家驊第二 我看到的,很多人都看到了 你以为人家看不到而已 以为自己很精英可以骗到很多人而已 当然还有些蠢的小妹,阿沈那些不明白 还是贪你的英俊样就投你一票 那你继续选吧,没赢的 好看 好看